哈囉,大家好,我叫Pen 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蠻有趣的表達式 它可以利用音樂來控制你的特效的任何參數 所以你就可以節省很多設Keyframe的時間 我的頻道主要是介紹AE跟C4D的一些業界實用技巧 如果你也喜歡這兩套軟體,記得訂閱我 像今天介紹這個就蠻實用的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馬上開始 我們直接來做看看 好,這是我的影片 然後我有準備了一個打雷的音效 我們把它丟進來 這個聲音檔裡面,我們打開看一下它的音波 在動畫這裡會有一個就是 轉換你的聲音變成關鍵音格 我們現在選這個選項 好,它就會出現一個控制器 它裡面會有三個 slider 一個是左邊,一個是右邊 這個是全部的 它其實長得差不多啦,我們可以看一下 沒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我們可以把左邊跟右邊刪掉 我們就留下這個就好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待會會寫一個表達式 我們先來認識一下一個特效就是 我現在選擇我的影片 這先關掉 我們在特效這裡 調色工具裡面,我們選擇 和 鋪曬 這個聲音控制特效 它其實可以控制任何東西 包括你的 犬子縫的 位移 縮放旋轉 就是所有的參數都可以控制 如果你是控制它的縮放 就有點像 所以你可以用在任何你想要設計的作品上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鋪曬 鋪曬這裡會有三個參數 一個是鋪曬值 我們可以透過它來產生 呃 就是有點像打雷這種效果 可是如果你要搭配聲音就很難對不對 好,這是鋪曬 然後這是位移 好 另外是它的γ值 就是變量或變暗 這兩個其實有點類似啦 我們現在主要是要用這個 exposure 這個參數 好 我們可以假設一下就是 0的話它是完全不受影響 然後如果打雷的時候 它可能會出現 爆掉的 好 它爆掉也沒關係 好 比方說1.5好了 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知道它的參數就是0 不受影響 1.5是受影響的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slider 我們選slider 然後 進去它的曲線圖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打開slider 我們先檢查一下它的曲線 它是從0到最高是80幾毛 所以我們就可以取中間段 比方說35 35以下會變多少 然後比方說45以上 35跟45 45 45以上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pool size1.5 然後35的話就是 35以下就是0 對 所以我們只要在這裡寫上一個簡單的表達式 我們按下alt鍵 再按時鐘 好 我們這邊打上 linear 好 然後小括號 value 然後豆點 豆點後面會有四個參數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35 然後豆點 然後45以上會變什麼 就是45 然後後面會接的兩個參數就是你的pool size值 pool size值最低點就是0 因為我們剛剛有介紹過 然後高點就是1.5 好這樣就可以了 我再重複一下 35就是你的預設35以下要變成0 然後45以上會出現1.5的pool size效果 我們這樣就可以把我們的特效融合這個 打雷的聲音進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現在沒有任何的效果 所以我們要選擇這個pool size值打開 所以我們點pool size然後master pool size值這裡 我們一樣按下alt鍵 在按時鐘 我們讓它受這個表達式影響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它就會告訴你說這個pool size 它會受slider 就是我們剛剛設計的這個slider影響 好 我們來看一下效果 我們按領域欄下 聲音關掉好了 好 我們打開看一下它的曲線圖 它就會在高點產生打雷的效果 然後低點是0 對 這是我們自己設計的 所以這個表達式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分享給你們 它還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比方說我有講過的 transephone裡面的這些參數 你就可以設計類似像 喇叭 會變大變小 甚至變色 其實都可以 我們今天範例大概介紹到這裡 我今天犧牲攝像 用我的影片來做介紹 給你們當作範例 你要加上下雨搭配打雷 其實還蠻好看的 如果你們有喜歡 或者是想要學其他特效 也歡迎在留言區底下留言給我 我是Pen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教學 我們下次再見